这种场面对于跟着老韩一起做了几年公益的人来说 真可以说是常见 韩红每年都带着全国最优秀的医生团队 奔赴全国最需要帮助的地方 作为百人援助的第五年 韩红爱心团队来到了贵州 公益之旅还没开始 韩红的爱心善款就已经送到了老乡手中 看到他们真正改变了 很多甚至是挽救了生命的时候 我觉得一种被人需要的感觉 让我一直坚持到今天吧 如今搞公益的艺人的确不少 像韩红奖坚持到第五年就始终如一的真的不多 这就是为啥每次老韩出来做公益 他的团队里都有闪下你双眼的明星阵容 这不在今天的百人原贵启动仪式上 一位乱入的嘉宾就告诉你 投身公益不分年龄 而加入此次韩红百人原贵公益之行的明星 远不止周世明一家 蒋新 金池 郭小冬 李翔翔都是其中一员 在昨天的启动仪式上 首位路面的姚迪也出现在现场 姚迪当天头戴鸭舌帽 牛仔裤 也穿上了韩红的队服 平静的表情下偶尔露出一丝微笑 姚迪此行并非只为帮韩红撑场 他将和其他明星一样前往一整现场 用我们的爱心取温暖每一片土地吧 韩红爱心 百人原贵 现在启程 优酷全宜乐 贵州报道 这种场面对于跟着老韩一起做了几年公益的人来说 真可以说是常见 韩红每年都带着全国最优秀的医生团队 奔赴全国最需要帮助的地方 作为百人援助的第五年 韩红爱心团队来到了贵州 公益之旅还没开始 韩红的爱心善款就已经送到了老箱手中 看到他们真正改变了很多 甚至是挽救了生命的时候 我觉得一种被人需要的感觉 让我一直政治到今天吧 如今搞公益的艺人的确不少 像韩红这样 坚持到第五年却始终如一的 真的不多 这就是为啥每次老韩出来做公益 他的团队里都有闪下你双眼的明星阵容 这不 在今天的百人原贵启动仪式上 一位乱入的嘉宾就告诉你 投身公益不分年龄 而加入此次韩红百人原贵公益之行的明星 远不止周世明一家 蒋新 金池 郭小冬 李翔翔都是其中一员 在昨天的启动仪式上 久未露面的姚迪也出现在现场 姚迪当天头戴鸭舌帽 牛仔裤 也穿上了韩红的队服 平静的表情下偶尔露出一丝微笑 姚迪此行并非只为帮韩红撑场 他将和其他明星一样前往一整现场 用我们的爱心 取分暖每一片土地吧 韩红爱心 百人原贵 现在启程 优酷 玄尼乐 贵州报道